大洋洲國家巴布紐吉內亞 在這個首都的地方 發生了大規模的暴亂 有上百位報名 趁著警察罷工的治安空窗旗 跑到了超市跟購物中心 趁火打劫 建築深陷火海 大火狂燒 不過街上人滿滿人潮和車潮 人人一箱一箱的扛 其中還有冰箱 電視等電器 大洋洲國家巴布紐吉內亞 首都莫士比港 10號晚間發生大規模暴亂 民眾闖進超市和購物中心 大肆洗劫商品 甚至縱火 簡直無政府狀態 治安敗壞 原來是警察罷工去了 八牛警方和其他公務員 10號發現工資短少 氣得馬上罷工 原本只是在國會外和平示威 後來卻有上百位報名 趁著治安空窗旗 四處縱火打劫 其他城市也有人效仿 釀成多人死傷 總理坦承國家經濟嚴峻 但沒有砍公務員薪水 把工資短少歸咎於行政疏失 下次發薪水再補回來 當局出動軍方人員 並加派180名警力到首都維持治安 隔天一早就宣布局勢受控 與八牛一海相隔的澳洲 總理埃班尼斯強調 正密切關注八牛局勢與當地澳洲人安全 但沒有收到任何援助請求 令人好聽